民间一直流传著这样的俗语 为人莫做亏心事 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们都想得福报 儿女都好 都有前途 父母长寿 怕凶事横祸降临自己的身上和家中 但是要想得到福报 无灾无难 就要做行善积德之事 不做损人利己的坏事 积德行善五件事 你将获得很大的福报 一 孝 百善孝未先 孝的意义一般表现未孝顺 孝敬等 孝敬父母尊敬师长 这是本应该做的事 二 救人性命 古语云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这话一点不假 还说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这话更道出了救人性命 会积下大音德 从而得到上天眷护 善人得福报的真基 三 兴建大力 协助建设公共设施 譬如开渠岛水 修筑低防 修建桥梁 救济贫困等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都算兴建大力 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 都会说修桥铺路 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功德 只因修桥能度千万人 铺路者能力万千人 四 戒杀放生 一切诸众生 贪生息俱死 我命及他命 甚物轻于彼 口腹乐甘肥 杀鹿充饮时 能怀侧隐心 想念笔精具 故当不忍识 以正慈悲行 认为对待自然界的一切生命 都应当怀有对待人的生 所具有的那种侧隐之心 放生的目的是为了救生 以慈善心 慈悲行救助弱小生命 重新获得生机 还其自由 让他们在相对良好 和安全的环境中 完成其生命的正常过程 所以放生 应当遵守一些 基本的准则和要求进行 放生前应当施行 一定的合理的方法 确保所要放生悟命的健康 这包括以五骨饲养其命 和以五德能量饲养 安抚 净化 直善根于其灵性之中 同时要设身处地地考虑 放生后 他们生存的环境 寻找和确定 良好的放生地点 确保救生的一举 能够成功有效 五 供养 狭义的供养 是指力养供养与 供敬供养等物质方面的供养 但新型的供养 是使物的供养 真正具有意义的关键所在 人生一切福报 皆源于温润平和的心境本源 世间万事 烦恼皆由心生 自己的世界就是内心的展现 很多烦心是不过是庸人自扰 如同佛家终会能禅师所说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我们身处一个纷乱的世界 人生出现的那些嘈杂和遗憾 都是内心不平静而生的结局 内心充斥太多的力气 即便生活出现了一些小事 都会在内心形成滔天巨浪 在生活中 很多人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甚至一个眼神 就将这件事情无限放大 甚至酿出无法回头的祸患 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内心不平而生 一个内心纷乱的人 他世界里面的每一件小事 都会让心情起伏不定 而且深处世俗与人接触时 难免会产生纷扰和杂乱 如果不能以平静的心思化解这一切 而且还过分地将小事扩大 那么这样的人生谈和平和与淡定呢 正所谓说 百年三万六千日 不在仇中疾病中 古人的诗句 一语道破了人生的真谛 对于那些内心不平之人 这个世界总是不尽如人意的 殊不知 人生表象的不如意 都是内心力气的显现和形成 蔡根坛之中有这样一句话 天运之寒暑异弊 人世之言良难处 人世之言良难易除 无心之冰炭难去 去得此中之冰炭 则满腔和气 随地有春风矣 这段话意思就是说 天地运行所形成的寒冷和暑热容易避免 人世间的人情冷暖 言良却难以消除 如果能够去除心中的杂念 那魔就会满腔充满祥和之气 随时随得都会有春风扑面的感觉 于朝恩拜见药山禅师的时候 就说 普罗品中有一句话我不懂 请禅师赐教 药山禅师双手和时对他说 你说出来吧 于朝恩说 黑风吹齐传访 飘舵罗沙鬼国 是什么意思 禅师嘴角一撇 嘲笑住说 你真是呆子 连这都不懂 于朝恩听了特别生气 满脸通红 就命人来给禅师一些苦头吃 禅师说 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人因内心不平静而生的 称怒之心 才是人生祸害的本源 人生灾祸也皆源于此 当一个人内心不平的时候 他会无限放大每一件小事 甚至将本来平和的生活细节 幻想成邪恶 这个世界和我们的主观认知 完全是两重状态 不管你把世界当成黑暗的 又或者当成阳光的 这种状态都因内心而生 一个人却总会因自己主观意识 而遮盖了事物的本质 所以我们对于世界的定论 以及观点未必是对的 在道家思想中提出的 无畏思想 就是这一个道理 去除的就是自己 主观对于世界的定论 认知并且遵从客观真正的世界 找到内心的平和 古代有一个人叫夏翁 他是江阴县的豪门大族 有一次他坐船从桥边经过 有一个人挑粪 直接倒入了他的船中 把他身上见的都是粪便 夏翁打听了一下才知道 这个人和自己曾经是旧相识 他的随从就很生气 想去打那个人 夏翁就对随从说 这是因为他不知情 如果他知道是我 怎么会冒犯我呢 于是一行人就直接回家了 夏翁回到家之后 打开自己的账本查看 原来这个人欠了他家三十两银子 无法偿还 想借此求死 夏翁想了一番之后 就直接撕毁了欠条 不再计较这件事情 俗话说 小不忍择乱大谋 如果内心没有一个强大而又平和的心境 遇到一些事情就大发雷霆 甚至无中生有 这样的结局 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问题 反之 以平和去处理一些事情 和看待一些问题 才能在无形之中 避免惹祸上身 人生无灾便是福 这便是心静淡然 给自己带来的福报 可以在生活中 修养一个波澜 不经的内心境界 来对待世间琐事 才能收获一个良好的结局 缘分 其实只是帮助一个人 今生能够有机会遇见另一个人 这种遇见可能是 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 也可能是末班地铁的两个夜归人 至于 这段上天安排的缘分 究竟会走向何处 能走多远 这就需要看 两个人是否能够珍惜 世间的缘分本无深浅 懂得珍惜自然就深 不懂珍惜 自然就浅 如果不懂真心 善缘最终也会变成孽缘 在爱的世界里 难免有伤害 爱一个人时 没有理由 不爱时 全是理由 一个人独演这场戏 独亨著感人的自作多情 都说 日久见真心 哪道也未必 但也伤害了另一颗等待的心 心留给懂你的人 爱留给疼你的人 人和人本是一众缘 疼爱你的人 你的冷暖他样样皆知 牵挂你的人 你的苦乐他感同身受 懂得你的人 你的举手 投足他深深领会 如果有人说你不够好 也许真的不是你不够好 而是他们没看见 你走在他们规定的路线上而已 感情之中 最暖的是有人在乎 说出的一字一句 有人会记住 写下的一笔一画 有人会关注 做出的一举一动 有人会瞩目 这就是在乎 一个人不在乎你 无论你付出多少 都不会得到回报 一颗心装助你 无论天涯还是海角 你都是心中主角 掏心对一个人好 要看之不值得 谁拿你当个宝 其实你可以感觉到 圆来圆去圆如水 情散情剧情合规 人生路上过客飘平 很多的貌和审理 很多的言不由衷 很多的信任危机 很多的不懂珍惜 如一场场闹剧 此起彼伏 使得一段段原本美好的缘分 随落花流水而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